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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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啊 是跟谁睡的 没人跟他睡啊 对啊 你真的一个女人遭慈大难啊 而且最后回到家 就家里只有一个人 你说 这怎么度过这一夜 如果要有一个人可以度过这一夜 那可能也只是朴槿惠 他可是见过世面的人了 两见两出青瓦台 这个经历谁有啊 就他有 亲眼见着自己爸爸被杀 还能够再挺起来 我觉得我倒不太担心他的心理状态 你要不担心他的心理状态 他怎么会找上崔慎石呢 对 他可能再需要一个精神领袖 我那天看见一篇文章就叫《孤独与绝望》 就是说朴槿惠 你看咱们别把他当成一个大人物 就是一个普通人 妈妈被刺杀 爸爸被刺杀 最后就是这么一个人 然后呢 就是说 恰恰就是他从小习惯于孤独 习惯于这种绝望 所以才锻炼出他的韧性 但是呢这篇文章讲 也恰恰是因为这种孤独与绝望 所以他也需要崔慎石 给他的温暖 你觉得能这么理解吗 可以这么理解 其实现在我不要把他当成高高再上到总统 他现在就是一个 可以说很可怜的一个女人 站在女人的角度 他说我没有父母 没有丈夫 没有孩子 我把自己嫁给国家 但这说明 虽然男人有时候不靠谱 但有时候有个男人嫁 比嫁给这个国家更要靠谱一些 你看现在等于是一无所有 所以我现在特别感触的一点就是说宣判之后他又在青瓦台又住了一晚上 这时候大家都有意见说你干嘛赖着不走 但其实赖着不走的原因是他的宅子就是他的房子属于是年久失修也没人能住 连暖气都没有 没暖气 没修饰好 就没法搬回去 其实比这一页更难受的是他在青瓦台最后那一页 作为一个曾经拥有权力 现在又失去权力 曾经拥有一切又失去一切的一个女人 作为一个在亚洲的东亚 我是儒教文化圈第一个女性总统 韩国第一个民选总统 也成了韩国第一个被弹劾的 对也是有史以来支持率最高的总统 曾经到80% 也是韩国有史以来支持率最低的总统 都4% 他这种剧烈的反差 实际上他还是很坚韧的 我就特别相信女人比男人要坚韧 你看卢武炫到最后 即便没有被弹劾 最后下台之后就挺不过去自杀了 所以我还是希望朴槿惠 我们喊他朴大姐 能好好的这么活着 他说了一句话 就是真相终会大白 这里面很多阴谋真相终会大白 他给我的感觉反而特别像一个 因为刚说东亚文化 特别像一个东亚文化里面 他嫁给了国家 所以国家是他丈夫 大家都知道他跟他丈夫不可能了 但是他就不离婚 我就非得用尽了所有的可能的手段 拖进了所有的可能的手段 直到最后法院说 好你们离婚了 法律给了你一个离婚 又住了一晚才走的 这很像一个离了婚之后不愿意走的一个女人 熬到底 直到熬到底最后还说我还是爱我丈夫的 哎 这怎么理解 但是呢 咱们就说 朴槿惠 他这个60天不是在在选总统吗 对 我最近你这智库里的人 得观察一下国际形势啊 这个萨德 他们我看见一篇文章讲啊 就说这60天的窗口期啊 实际上很动荡 很危险 潜伏着 因为这个地方正是萨德的这个问题 闹得沸沸扬扬 那么在这60天之内 会不会在某种权力过渡和权力真空状态啊 甚至于发生一些个擦枪走火 甚至于发生一些个什么决策不明 哎 引来这个这个什么大局上的一些变动 现在确实是高风险 就是说 半岛这个动荡 这60天非常关键 我听到一个传闻 没加求没求证 所以朝鲜有可能再次进行核实验 那假如在韩国大选期间 朝鲜再进行一次核实验 那么让萨德搬走最后一点点的那个希望也没了 我去年十十月份去韩国 跟韩国包括一些议员 包括外交部的一些人都在谈 当时我们还稍微有点乐观 说咱们先搁置争议 说等让下一任领导来解决 当时韩国有一些反对党的议员还这么主张 到现在韩国有一个候选人叫李在明 承担市的市长 他就说如果我当选总统 那我就把萨德干掉 中国才是我们的朋友 这是候选人里面唯一一个这么明确的反对萨德 而在选举当中领先的文在寅 就是你们老文家的人 老文家的人 他就是比较模糊的一个状态 在去年的时候他曾经说过 如果我当选我会暂时先搁置 说希望现在不要急于部署 但现在看韩国的民意 尤其是现在中国民间对乐天 对韩国的一些抵制 导致韩国民意也对华严重对立起来 这种情况下文在寅也好 其他候选人也好 想要争取选民 就不敢公然的去反对萨德 不是我现在看报道 萨德的部分设备已经运进来了 对 甚至要借韩美军事演习之机 好像要那么试一下 是不是 应该但是还试不了 就是说这事已经回不去了 我们观察可能是已经进入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了 因为那块地也批了 那该怎么办呢 人民日报 哈哈哈 我真的想要你 不得到 我 不得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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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这个公司的一个部门 然后什么企业的那种生日啊 包的这个邮轮 然后就说就说机票啊 是本来这个船呢 大概是走五天吧 这个邮轮 冀州岛还要停这个福岡 然后呢最后他们就说那个时候还没萨德的事儿 没闹到这程度 哎 就就上船了 但是咱们国家人民多有觉悟啊 一看这个情况 这咱得配合祖国行动啊 尽管中央没发令 咱们也不能随便下船 我可以透露一下这个里边内情比较复杂啊 并不是这么简单 我发了这篇消息的评论之后呢 有网友纷纷给我发一些证据链 说你看 是是这样的 他发了一个人朋友圈里的对话 A就说B 我说你们公司的人太有觉悟了 到了机主岛都不下船买东西 B就说别扯了 不是我不想下船 是船主把我们护照都收缴了 不让我们下船 对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就是说以这家公司的名字注册的一个微博 好像是这家公司的员工说 哇 我们太牛了 三千四百人 现在全网都在说我们的事儿 我这有截屏的 都有截屏为证 就说这里面呢 有公司的营销 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呢 就是现在不是营销问题 是过度传销 什么都可以做成生意 比如说文涛你要是在街上CBD 你走上十分钟 如果少于五个人过来求你扫码 或者让你算命 或者找你干什么事 那就不算北京 咱大北京到时都是营销 但可恶的一点 或者是可恨的一点 有人把爱国也当成生意 分明这是一个爱国的事儿 你爱也可以 当然我们欢迎大家爱国情绪还是要值得鼓励的 如果你不想表达默默的做好你自己的工作 那又何尝不是一种爱国 但有人非要把爱国总是生意 把这么当成自己公司炒作一个点 这个很可恶 而且我看的他们那个挺分析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国骂呀 也是咱们的核武器 对吧 我觉得挺逗的一个是 好像一个公司的那个女员工举着牌子上街 结果那个牌子上写的呢 是这个曹操这个名字里边的一个字 曹操他祖宗 就说您让我们的女员工举着这样的牌子上街 各自发表评论 我完全同意王冲老师的看法 就是我觉得有一些人啊 他非得让我们用他的方式爱国 我好像上回在这说过 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啊 确实就是纯流氓嘛 是吧 我前两天还看到林宇棠一个可爱的国家呀 是非得往他脸上贴金或者是大的 我觉得我的 就是我们怎么总到这种事 你让我想起了前几年西安 有一个那个当时抵制日货的时候 有一个车主被人那个一个90会的小孩比我还小一些 拿那个自行车锁链打了脑袋 对啊 到现在那个人还偏他在床上 他在医院里 对 那个小孩在监狱里面 你说这个错在谁呢 两个人都 两个家庭都被毁掉了 然后抵制日货就过去了 嗯 所以这事出了之后 我我就公开说了一句话 也是被人骂得很惨 我说我不抵制美货 不抵制日货 不抵制得货 不抵制蠢货 向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这两天还有一个挺逗的 就说你看朴景慧 你说他没有男人 没有家 对吧 没有家的人 有没有家的人的这个凄凉 或者说清凉啊 但是呢 你看有家的呢 也有有家的这个有趣 就是呃 反而呢 有一个府山大学的老外教授 哎 就因为人家有家庭 火了 按说本来是个播出事故 对 对吧 现在的人们做这个直播 他跟BBC 连线 正在连线 哎 家里两个小孩 跑屋里来了 跑屋里来呢 老婆又出来就窝窝窝一通 你看看 结果本来这教授很尴尬 但是现在在全球那个网友 网红了这教授 你看看 这种问题是如何能够是看待架的这个视线 而且什么会是为了 广的地方 它语判了 sage体称 我认为你一个儿女的儿 和你的儿子 已经能够进化 Nich是拥有的大部分的地方 呢 你听到这些生命的尽力跑下去 就是会有关系的主要吗 繁瑞不议的东西 会有关系 不错吧 改变 我会有吗 breaker变成 没有 啊 拥抱 拥抱 不错 Journal 你看 就是说 不管你讲的是 多么大的国家大事 你看人的视觉 会注意到的是什么 小事 而且你看 什么都能聊出话题来 一开始 大家说 你们家那个保姆 登登登 跑进来 把孩子给滴溜出去了 后来就有人说 你为什么说他是保姆呢 那是他老婆 对不对 他老婆是韩裔的 恰恰是韩国人 谈韩国问题 他老婆是韩裔的 所以网上有人说了 就说 那有些人 一看见这个老外的 这个老婆 是这个黑头发 黄皮肤的 你就认为人家是个保姆 你这不是歧视 亚裔人士吗 对 就是歧视 难道我们只能当保姆吗 对吧 过去 甚至还有人说 说菲律宾是用人之国 结果菲律宾也举国抗议 说平什么说我们就是当用人 这太过度敏感了 过度敏感了 就是我刚才看到这个 或者我第一眼看到这时候 我也以为是保姆 就说这个家庭父女 如果天天照顾孩子 穿着打扮状态跟保姆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这个我们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过度敏感 而把一些具体的个案 又容易上升到国家民族的一些层面 我们经常会这样 对 但是呢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最近在考虑 就是说 我们中国在急速的成长的过程中 很多观念 很多事情 包括国际通行的一些个做法 其实都在学习和讨论当中 你比如说 我好比说我就是个突变 我过去不知道很多游戏 国际上他们是怎么玩的 你比方说 要照我一个草民本来的想法 对呀 你这国家要是干了对不住我的事 是啊 我让我这国民别到你那旅游 不买点你的东西 孙子兵法吗 能能能能能能 能遏制你一下就遏制你一下 对吧 好像也觉得没什么不对 但是呢 似乎又看到一些个学者 你们就公知写的文章 就是 比如说我会问他们 我说 我说假如说美国碰到了这样的问题 那美国要抵制他 或者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这个美国有 我还真有现成的例子 对呀 我就说他们怎么干呢 1962年 古巴导弹危机 也就是说 那时候卡斯特罗上台以后 本来想接近美国 结果艾森哈维总统不搭理他 结果回去就投靠苏联 投靠苏联三滩两滩 怎么得给点见面礼呀 当时是赫鲁晓夫 就给了古巴在那部署了导弹 就部署那个导弹 那个导弹 装备上核武器 就可以覆盖美国三分之二的大众城市 美国非常紧张 美国没抗议 就开始开会 研究这个问题 而且研究这个问题 不能让很多人知道 那帮老板 国防部长 甚至国家安全主任 都自己在那洗草文件 做PPT来讲这个事 最后车里放不下 撞到后备箱里 给拉过去开会 也不能多开车 不能招摇 而且美国进入了二级战备状态 几百艘战舰 包括飞机 全派到古巴沿线 对古巴沿线进行封锁 中间还差一点 把苏联运导弹的一个船 差点给炸了 就是差点插枪走火 最后赫鲁晓夫给退缺了 写了一封信 就是美国碰到这种事 就是以硬对硬 非常强硬 他是国家 他是国家出面 国家出面 国家行为 但是他比如说 他会不会 美国人民或者是自发的 当时美国人民 有没有自发的不买苏联货 当然那时候 他们也买不着什么苏联货 那个年代不一样 现在是个全球化的时代 所有的产品 都是全球生产的 甚至一个圆珠笔 都是全球化很多的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时代 你抵制的韩国货 或者日本货 基本上都在中国生产 你比如说 我了解到 咱真不知道哪些事情 是国家背后同意 还是国家没有参与 纯粹民众的行为 但是我至少知道 有一部分行为真的就是自发的 你还别说中国的企业 或者说人 他就是有这么一个觉悟 有的我就知道有个网站 就把韩国游的旅游产品全部下架 他说我们不是什么上级指示 没上级指示我们 我们就是凭着一颗中国人的良心 这个事韩国也能干出来 你想当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韩国国民自发的捐美金出来 他们这个事也能干出来 民族性还是很有的 东方民族 实际还是有种集体主义的那种东西 韩国也开始抵制中国了 有的首尔的出租司机说了 我不拉中国人 我不喝中国的啤酒 不用中国产的手机 但这种抵制会产生一个大的问题 咱们能说企业的名字吗 比如说北京某中韩合资的汽车公司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 现在警察用的都是那个车 你说那车是中国的还是韩国的 我记得那个公司在北京电机的时候 北京市的一领导特别高兴 说咱们北京市从今天起拥有自己的轿车了 虽然是韩国的品牌 但实际上北京的税收 当地的一些收入 这里面还有北京一些工人的就业 你说它是韩国的还是中国的 我到现在没闹明白 您说的到现在还是非常重要的项目 几乎是中国加入WTO之后 第一个引入的 到现在你看他们在河北建分工厂 也是河北可能现在经经纪 协同发展最重要的一个产业 对我觉得这个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你知道就是说我 我觉得就是我脑子里有两种相反的 这个价值观 或者说道义观 一个观呢 就是源于咱们的孙子兵法 我认为嘛 那这个就是叫兵型轨道 或者说 如果真的咱们要是为敌的话 我利用一切可以打击你的手段 有的时候明的不行暗的来 是吧 硬的不行软的来 或者拐弯抹角的来 反正达到目的就行 那就是你看我脑子里也 也有这么一种观点 就是说是不是真到了两个人对垒的时候 那就是无所不用手段 对不对 但是呢 从另一个角度呢 我又有一种啊 怎么说呢 地球催人的这个理解 就是说人民之间为敌啊 好不好 你比你你比如说哎 我觉得当年共产党非常会宣传 这当然根上讲毛主席站得高看得远 你看毛主席就当年讲过一句非常生动的话 他说什么叫政治啊 政治啊 就是把咱们的人朋友搞得多多的 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 对 所以就是你看那个混音战线 就是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即便抗日战争的时候 我们都在 你看我们讲法是什么 日本的军国主义 对吧 但是日本人民是被蒙骗的啊 人民是好的 其实我觉得就某种程度上 有一定的这个人本性 就是真理性 你说是不是 哎 你说大部分的普通老百姓 他跟政治真的能有多大关系 而且这个事 你说的对 这个事的关键就在于你老百姓抵制有用吗 你对于解决萨德问题有任何的用处吗 我觉得一点都没有 可能有用 比如说在国与国之间的时候 就有时候你看 你看我们人民都游行了 你这事我们政府压力也很大 美国也经常就跟人解释 就是我们是个民主国家 不是说我们总统说了怎么办就能怎么办 说你看我们的议会炒成那样 就是我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是不是也都是一种手段 这是这样 就是说我我总结一下我的观点哈 借文涛老师这个平台 因为很多人说我说话阴阳怪气 而还有很多人批评说你在网上说话那么激烈 怎么一到腔腔就变得温柔了 我现在就特别直接的把我的观点表达出来三五句话哈 好 首先引用孔子一句话 政治正也 就是说你不要说那些利益 说那些理由 就是说你要有一身正义正直在这 是吧 那我们满足这一点 就是第一 我不主张抵制 我还是那句话 不抵制任何国家的产品 直抵制蠢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反对任何的打砸抢 就是说任何国家的产品 只要他在这里合法经营 打砸抢是错误的 是坚决反对的 第三 反对一切打着爱国名义做生意的行为 就是不要把爱国当成生意来做 第四 希望朝鲜半岛和平不打仗 就是部署萨德也好 他们进行和谐 咱们还是希望和平 第五 就是最后一点 就是说中韩关系闹一闹就过去了 过一阵 中韩友好还是大局 你看今年我们中国十月份有换届 五月份韩国进行选举 是吧 过去领导过去的这些事先放一片 等韩国新的领导层出来 再谈一谈 在目前这个基础上 咱们怎么把和平的事处置好 别打仗 不管是 你看 朴槿会在宣布萨德之前好好的 结果支持萨德之后就一连串也没个好事 就说这种动刀兵都是不祥之招 所以还是以和平的方式处理 表达清楚了 好 我也考虑一下是不是给你剪掉了 就是格子你谈谈你的看法 对 我觉得刚刚王冲教授说的特别好 因为我今儿穿成这样 我也得装饰一副专家的样子来 就是说 从法院来 我这个感觉我今天唯一的权威性就这身衣裳了 就是说这个核心利益是什么 对韩国来说 萨德其实不是的核心利益 它的核心利益实际上是防北方邻居 然后对于中国来说 我们的核心利益是什么 我们的核心利益其实有两个 第一个 它北方的邻居真的有核武器 第二个 它这个萨德确实能够监控中国境内 然后对美国来说 它的核心利益是什么 就是在韩国布萨德可以监控中国 所以我那天想了一下 这个四方的棋局 实际上中韩是最有可能站在共同利益上 所以我比较同意王成教授刚才说的 我们最后中韩两国的和平还是大局 我们还是得看他下一任领导人 能不能够去做出这样 这样一个怎么说正确的判断 但是我就觉得国家领导人 这是哪天处理难题 这事确实很难办 萨德不是说已经很难撤回了吗 但就目以成舟了吗 那接下来你觉得能怎么着 你观察一下 就是说从萨德宣布部署到现在 无论民间怎么闹 无论外交部做什么谴责 或者是对乐天的批评 中国始终没有官方出台 对韩国的全面制裁政策 中国对朝鲜是明确的 是起草过这样的草汉 就是说我们没有全面制裁 今年不太进口它的煤炭 而且今年还是中韩建交25周年 就是说我们也不希望两国闹架 就是大家闹一闹 你做的不对批评几下 就行了以后该怎么走 还得怎么走 不是以后那萨德呢 该怎么走啊 萨德我们还是 我觉得萨德的威力 可能并不是举方想象的那么多 我们说我军合计一个方法 哦 我们导弹在这边的桌子 什么意思 哈哈哈哈 对对对 我一直在